今天這個跌身的食品股跟傳產開始反彈 那選股上你的建議是 對 今天當然還是在觀察蘋果的這個財報 不過今天瓶蓋股就已經算先出現一些質問 甚至包括像大立光今天盤中的震盪都蠻劇烈的 那大型股像是鴻海或者包括還有像華通 星星 當然星星比較屬於PCB族群這一塊 有一些關聯性 那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增溫 甚至包括低潤族群像華雅科 今天也是出遍一些比較初步性的質疊 我想重點都在於說他們之前跌幅比較深 所以後續如果要出現一些比較明顯反彈的績效 會機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其次就是鹽物料族群 在上個禮拜也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震盪 那在鋼鐵股或者一些相關的這個鹽物料族群當中 包括像是東鋼 蜂心 甚至包括像是食品類的統一 今天統一也是股價這個真的是一杯冲天 股價也是蠻強勢的 所以一些弱勢或者是之前基本面 比較沒有這個變化太大 但是因為盤勢相對影響 而造成股價跌幅比較深的族群 我想這禮拜都有些反彈的機會 當然重點還是要建議大家 先看有基本面的股票 或者是極強性能夠搭配 然後來做一個強反彈的操作 我想相對會比較安全一點點 好的 非常謝謝漢威提供這個疊身反彈 還有基本面比較好的類似